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群恶煞上前围堵这名男子 把对方逼到超商店门口后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最后还将人当街掳走行径相当嚣张 这些路人案件就发生在台北内湖城公路二段的这间超商门口 这名男子疑似与他人有车辆买卖纠纷 15号晚上6点多竟然就遭持刀棍的四名恶煞强压上车带走 超商店员募集后立刻报警 警方也赶抵现场拉起封锁线 并掉跃周边监视器以车追人 最后警方在晚上10点多于新北泰山明治大学附近就处被害人 而事后贝鲁男子表示自己是因为向对方购买报世界修律车 双方这对车贷款问题发生争执 还坚称自己是自愿上车协调 不过监视器会说话 想起案件还要带警方进一步顺文理清 很轻 avanz的风韩 这可能是要因此